茫茫大海中,一名穿著救生衣男子在海面上載浮載沉 船隻不斷的試圖靠近,但風浪真的太大,見起陣陣水花 遮住了視線,眼看難以挺進,船長只好轉向,最後終於將男子救起 那東北季風期間,其實是極調的旺季 那東北季風的時間,當然海浪海流都會變化相當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,這個時間也是海藻生長的季節 所以礁石上也容易失滑的現象 終於礁石上發生了釣客落海,索性他身上穿有救生衣 男子立即將胯下綁帶拉緊,先救自己一命,隨後順利被船隻救起 所以故意釣友來從事這個基調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穿好救生衣跟釘鞋,那要隨時注意這個海流變化的情形 那如果不算落海的時候,也不要緊張,不要慌張 那盡量保持穩定,然後像礁石以外的往外海去游 不要急忙的往內礁去游 那很容易造成這個寬急的海流 讓你在礁石之間容易產生更大的一個傷亡跟意外 專家就提醒,民眾基調一定要記得穿救生衣和釘鞋 要是不幸落海,不要急忙著往內郊遊 而是遜陰海流等待救援 避免湍結海水更造成慘重傷亡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還有一點點, Rus Şubin,的起床 我只沒看到, reaching去測試